上一集说道,在朋友无意的提示下,是不是有什么透明的东西,把太阳射向地球的这部分阳光削去了一部分? 我几把慧眼转向当时的太阳,一看,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 一层浓重但透明的沙气照住了太阳。 我说,真是,又叫你悟到了,一层沙气照在天空太阳的方向,一般人看不到,沙气只照太阳不照金星,这样金星自然就显得亮了。 哎呀,太白昼剑,太白晋天的天象原来是这么来的。 其实,太白昼剑不只应对着李世民兵变,当然天明后来在李世民这儿,但是如果他不动,就是对应到太子剑城,齐王元吉的兵变。 他们安排的兵变,比玄武门之变,晚三天。 如果他们兵变成功了,就是他俩联手杀李世民,然后李建成杀李元吉,或者李元吉杀李建成,但是结果都是逼李渊当太上皇。 这格仨,不管谁成事,都会废掉李渊,灭佛的圣旨。 这就是这一组太白昼剑,敬天天象的真实意义。 要不怎么说灭佛招天怒呢? 天怒之下,废掉李渊九年的地位,让他的三个儿子提前九年政变。 人间真是杀气冲天。 这是太子李建成和老三李元吉那一档形成的杀气,是他们最先安排的政变,安排得很周密。 兵变杀李世民,李渊不答应也得答应,逼李渊退位。 内股杀气直冲消汗,很厚,但是很透明,照住了太阳。 太阳是象征皇帝的,政变就是针对皇帝宝座的。 所以杀气是从地面大气层这个人间的角度去侵犯太阳,而不侵犯金星。 太阳光就被消下去不少,但是天还是蓝的,人们注意不到。 而金星的反射光不变,所以金星相对变亮,就看得见了。 朋友问,为什么是太子和老三李元吉阵营的杀气,而不是李世民团队的杀气? 我说,现代人都认为只有李世民这一场政变,而不相信史书中说的,太子和齐王李元吉也在搞政变。 其实,在历史真实的影像中,太子和齐王的政变搞得是最早的。 五月的太白昼剑那次天象,就是他们阴谋政变反映出来的。 但是,他们那时候手里还没有兵权,政变阴谋只是小打小闹,所以引发的是太白昼剑。 但是,六月初一,齐王成了三军统帅,兵权在握了,他们的政变就开始具体实施了。 所以,这次天象更厉害。 太白景天,大中午太阳最亮的时候,看到金星了。 六月初三又是太白景天,而李世民的兵变搞得是最晚的。 六月初三晚上,才最后伤病下来,第二天匆忙出手,只是抢了先机而已。 朋友们,那就是说,这个天象之下,为了确保这次成功废掉李渊灭佛的圣旨,安排了三个政变的梯队。 一对不成,就另一对上,反正都得最终逼退李渊。 但是,这样看来,李世民当时最弱,天象并不青睐李世民啊。 不是。 我说,李世民是第一人选,太白景天都对应在秦王的分野,秦国的天象范围。 但是,如果李世民在这次的使命完成不了,这条神域之路走不到头的话,那就死了。 地位就是别人的,圣堂的辉煌也就是别人的了。 也许有读者会问,你这个朋友悟性怎么那么好,一猜就中,随口讲出来的都是天机。 当时我也奇怪,但是当我深入追查辨析的时候,就不奇怪了。 原来,他正是当年玄武门之变的亲身经历者,是李世民的功臣之一,那是陈锋在他潜意识中的记忆,偶然闪现,随口说出,才能一语重地。 这里要说明一下,我这里讲的是最低一层天象的安排,因为最低一层天象也最接近人间,所以这层天理最容易被人所接受。 后来,经师傅的指点,笔者洞彻了玄武门之变,在更高一些层次,都是有安排的。 那些都是针对玄武门李世民成功与否了,而不再涉及李渊、灭佛的问题。 因为更高层能轻易制约灭佛的实现,当然,这也就不是只能制造太白镜天天象的这一层天所能知道的了。 因为低层存在着很多偶然因素,为了确保能成功阻止灭佛,所以他们安排了三个梯队。 请看下一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